这是扇面 真正的扇面 为什么说它是真正的扇面呢 我们平时说的扇面作品 实际上是扇面形的书画用纸 这是正纸 平时我们画画摇着纸 画一幅兰花 很多朋友可能问了 这上面凹凸不平怎么画呢 确实是挺难画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给压平 但是压平比较危险 很容易破坏它里面的结构 但是你要是不压平 你看看画出来就是非常难把握 需要慢一点 这样的扇面 大部分都是熟轩 好的扇面纸 浴水不容易烂掉 也比较耐折 在这样凹凸不平的纸上 你不可能一笔流畅的过去 而兰花又讲究这种潇洒的笔触 所以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力度上来画了 就是流畅程度上 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了 我们就保证它有力度 山石底部 简单用了点褶石 上面用了花青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画之前把它压平 一般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质量好的可以这样压 有些质量不好的 这样压以后会破坏里面的结构 画一幅竹石图 在熟轩纸上 画有层次的画面 和在升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要先画淡的 这张纸它是熟轩纸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升旋 或者半升旋那样 画起来那么流畅 所以说我们要先画淡的结构 然后慢慢加重 书轩纸的黑白不好拉大 我们升旋上黑白色画的过程中 就有明显的区别 而熟轩纸有一个问题 看起来墨色比较重 干厚可能要比我们看到的 要淡很多 不管熟轩还是升轩 只要我们多尝试 都能掌握它的特点 这张兰花 干了 我再来继续画 如果它没有干就开始画 会腻在一起 这是熟轩的一个大特点 在左边提湿提款 这个也是 大家看一下里面有孔 可以抄进去 用扇鼓抄进去就可以了 有时间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尝试 看起来